6 5 4 3 2 1 還沒寫完舉手 快點 再給你10秒 9 8 7 所以氧化劑和還原劑的特徵 6 蛤 你不懂 還沒寫完舉手 最後5秒 4 3 2 1 往後傳 寫姓名做號 欸還有被寫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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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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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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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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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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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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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請坐 差一百分幾十分就寫幾次 你寫十分,你考零分就寫十次 所以,各位告訴我,什麼叫做還原劑?還原...還是不講喔,再考一次喔,再考更難喔 還原劑幹嘛?還原...自己 好,所以你注意看 把煤焦跟鐵礦放在一起的時候 他當還原劑,還原劑是不是還原別人?自己怎麼樣? 自己氧化 所以,他如果當還原劑,他要氧化的話,是不是得到氧? 氧化是不是得到氧? 對齁,好,得到氧,注意看喔 得到氧就是這樣子,他會跟氧結合,變成CO2 然後另外一個人還原,還原就是失去氧 所以他鐵就放出來了,了不了解 了不了解 了解喔,了解之後幫我平衡 快點,會不會平衡? 不會 不會的,沒錯 沒有人 沒有人喔 快點幫我平衡 很重要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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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我... 以前我... 以前我罵人這樣要求,我還在丟高 我室友都會生氣 因為他會... 他會說那個他阿嬤說什麼 這樣子會再給人家懷孕什麼 他就會超生氣 呵呵呵 好,平衡完了 我們一起來看你平衡的數字對不對 平衡完之後,我們的數字叫做 3 2 3 4 平衡對著舉手 好,什麼都這樣 OK,那麻煩你 空一行 空一行再寫2 等一下這一行會再寫東西喔 你注意看 碳跟氧氣結合 完全燃燒產生什麼東西 很好,誰說的 加1分 血池總成績加1分 好 好,那如果碳跟氧氣不完全燃燒 是什麼 一眼化碳 小辣植不錯喔 給你掌聲鼓勵鼓勵 好 好,幫我平衡第二個試子 幫我平衡第二個試子 2 1 2 1 2 哈囉大會,歡迎回來 2 1 2 對不對 對還是不對 對喔 好,再來 那如果碳跟二氧化碳 加在一起會變成兩個一氧化碳 為什麼我要做出這麼多一氧化碳來啊 為什麼我要做出這麼多一氧化碳 蛤 這些一氧化碳可以做什麼用 殺人 殺人 你要做出來殺人 殺人於無形是不是 一氧化碳可不可以再燃燒 可以 可以喔 一氧化碳燃燒之後再跟氧氣結合 變成什麼 二氧化碳 所以一氧化碳也可以拿來當作 還原劑 自己寫 自己寫 一氧化碳 會被我拿來繼續當還原劑 再跟鐵礦放在一起 跟鐵礦放在一起 一氧化碳就會自己氧化 然後還原別人 所以重點喔 這邊 碳可以當作還原劑 一氧化碳也可以當作還原劑 我這邊有兩個還原劑囉 這個目的是要增加你 純鐵做出來的產量 懂不懂 我要讓我的鐵做出來很多 我要的是最後做出來的純鐵 到目前為止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 沒有喔 沒有喔 好 那這個時候我的材料已經用幾個了 我材料用幾個了 什麼好多個 用幾個 兩個 兩個 還差誰沒用到 最好是煤膠啦 這個煤膠只要用掉的話 就會喊平了喔 CACO3 你看喔 這個火焰會在這邊加熱 灰石加熱會怎麼樣 會分解 分解成誰 CO2 有氧化碳 氧化碳跟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可以拿來做什麼啊 二氧化碳可以拿來這邊用 可以拿來這邊用 二氧化碳跟煤膠會產生更多的一氧化碳 一氧化碳可以幹嘛 是不是可以來這邊做還原劑 增加誰的產量 鐵的產量 很好 OK 那中文誰還沒用到 是不是他 是不是這個人還沒用到 CAO是誰 中文氧化 氧化碳 氧化碳 好你先抄 CAO加上 SiO2 它會變成 CASIO3 CAO加SiO2 會變成CASIO3 它叫做 偏 細 酸 鈣 偏 細 酸 鈣 鈣 這個人叫做偏細酸鈣 你先抄好 我來告訴你 這邊要怎麼記 我從頭到尾都沒有需要死倍的東西喔 對不對 對吧 從頭到尾就是理解 理解完之後 你只要知道材料 其他都是理解而已 Yo 什麼東西 你剛剛都在寫喔 那剛剛寫的都不算 現在在上課你在發寫 上課可以發寫嗎 可以 可以啊 那你筆記有多差 你筆記有多差 你筆記有多差 有喔 寫好明天啊 明天早上第一節啊 好你就負責收這個 你負責收這個搞笑發寫 懂嗎 好 阿俞軒負責收兩個考卷的發寫 明天早上第一節下課之前拿來給我 好 了解嗎 好 蛤 對 那不曉得他們的事 反正我都有記錄 好 各位 我來教你喔 你知不知道地球裡面最多的元素是誰 癢 很好 第二名咧 錯 氏 第三名咧 鋁 第四名 鐵 第五名 鈣 鈣 鈣 你不要罵我 你沒有罵我 你沒有罵我 好 氧細鈺鐵鈣 你如果不會的話你自己可以寫下來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好 所以第一名第二名他們常常喜歡結合變成二氧化系 所以你在挖鐵礦的時候從地上挖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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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天氣氛蓋它會怎麼樣? 它會浮在這個鐵盤的表面 會浮出來,浮在水面上 這可以幹嘛? 你的鐵現在是不是做出來了? 你的鐵做出來了對不對? 鐵做出來在這邊 結果加熱的時候,鐵跟空氣當中的氧 又氧化變成氧化鐵 這就是很蠢的一件事情 你把蠢鐵做出來,然後它又氧化,又變回氧化鐵 那你不就白搭了嗎? 你不是做白工跟那個美國總統一樣? 就做白工 美國總統不坐在白工裡面嗎? 你就跟美國總統一樣做白工啊 所以怎麼樣? 我這邊就有一個天氣酸彈,正義的勇士 保護 保護著,因為它會漂浮在表面 到最後,我就把鐵怎麼樣? 我就把鐵從這個地方把它流出來 這樣子我就可以製得純鐵 了不了解? 好,那最後呢,再把這個雜質 天氣酸彈這個雜質 從另外一個水溝把它流出來 這可以拿來做水泥 自己寫,天氣酸彈可以拿來做水泥 好了,高爐講完了 好,這就是今天的進度 好,這就是今天的進度